你好 欢迎收看11月20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 我是张满奇 首先想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中正国小角力队成军三年 在郑凯文教练的带领下比赛成绩亮眼 新北市教育局举办资讯教育成果发表会 颁奖表扬22所云世代记忆行动学校及自由软体推广中心 新年科兴医院病理科医师陈彦霖虽然罹患罕见疾病 但他惨而不费 投入研究帮助病患 荣获了新北市医疗公益奖 新北市流感疫苗数量只剩下两成 新北市卫生局特别邀请了艺人李炳辉晚秀打疫苗 呼吁民众把握机会接种 今天的新说老地名要带大家来了解 新店须归山这个地名的由来 由郑凯文教练带领的中正国小角力队 虽然才成军三年 但在小选手们努力的练习下逐渐展露头角 今年不但在中正杯锦标赛获得团体组亚军 更在总统杯获得了二金一银一桶的好成绩 担任角力队队长的郭天鹏就表示 学角力的过程难免会遇到挫折 但他知道要自己克服 同时也在教练的鼓励下 为自己所热爱的角力全力以赴 不断的搬滚这是角力运动中最基本的护身倒法 为的是当被对方摔倒在地 或自己倒下时减少身体所承受的冲击 每周一三五的下午 中正国小地下室的角力练习教室里 二十多位中高年级的孩子 从暖身开始就满头大汗 但是他们一点也不寒苦 反而是乐在其中 担任角力队队长的郭天鹏说 以前还没有加入时 以为角力就是摔来摔去 但开始接触之后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 加入角力队一年多时间的邱志宏则说 开始参加训练后 慢慢发现自己的力气变大了 体力也变好了 力气越越大 然后能操得比较久 不过毕竟训练是辛苦的 过程总会遇到挫折 郭天鹏就说之前就碰过有动作怎么学都学不会 但他知道要自己克服这一切 动作不会 然后问教练教练教练教了还是不会 然后只能就是自己找办法去克服解决 比输的话我绝对不会骂选手 因为他们已经尽力了 对那他们能参加角力这个运动就是最大的鼓励 那比赛赢的话当然就是以奖励的方式 对那就是跟他们说 游戏嘛你输了你就是想办法破关 想办法继续努力的找方法破关 那赢了就会有一些奖励 那教练就会负责那些奖励 教练郑凯文是角力队孩子们的偶像 不但帅气高大很厉害 对于犯错的选手除了露出少见的眼力 还可以跟你讲上一大篇的人生道理 帅气高大会讲道理的 不会就是说满和无理 不会乱打人 他就是会我们做错事会告诉我们一些人生中的道理 中正国小角力队正式成军三年 在郑凯文教练的带领下逐渐展露光芒 今年参加104年中正杯角力锦标赛 获得男子组与女子组的团体亚军 另外在总统杯比赛中 郭天鹏、王婷宇获得个人组金牌 高于谦获得银牌 罗婉轩则获得铜牌 成绩相当亮眼 这群孩子都知道 虽然这条角力之路很辛苦 但这个梦想才正要起飞 记者杨帮友赵方琪新店采访报道 新闻市教育日前在新店北新国小 举办资讯教育成果发表会 现场除了有各式各样行动学习的教材展示 同时还设计了互动场观游戏 另外也由新北市教育局副局长蒋伟明 亲自颁奖表扬 22所云世代既行动学校及自由软体推广中心 肯定学校教学团队的努力与付出 新北市教育局日前在新店北新国小 举办104年新北市资讯教育成果发表会 以行动主梦创一无限为主题 现场除了有云世代及行动学习学校的教材展示 同时也设计了互动闯关摊位 像是新店中正国小就利用平板雨显围镜 观察叶子上的包子囊 小朋友都说透过这样的方法 学习变得更有趣了 比较有趣一点就不会是那种念课文 然后就去 这种更生动 对啊然后就像这样子 然后就可以注视得更清楚 新北市教育局副局长蒋伟明表示 新北市自101年起推动新北市教育云发展方案 即先导起计划 直到现在已经有22所学校 共同加入资讯科技及云端资源的发展创新教学 成果相当丰硕 新北市从101年开始 就领立一个新北教育云的一个发展计划 然后从102年开始就领取了21所学校 明次代学校跟行动学系的学校 然后在接触两年当中 获得教育部的青睐 最后教育局副局长蒋伟明也亲自颁奖表扬 22所云市代际行动学校及自由软体推广中心 肯定学校教学团队的努力与付出 其中新店区的新店国小 北新国小 中正国小 曲齿国小 直谈国小 吉人高中 都在表扬行列之中 新店国小还在现场展示了 智慧保健系统 也就是透过云端资料库 建立学生个人身体健康资料 结合数位学生证 未来只要刷证 就能够掌握一切资讯 教育局表示 随着时代进步 希望学校与市长都能够适时 运用科技网络的优势 开创多元教学 让学习更有创意 记者杨邦友 赵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 新店更新医院病理科医师 陈彦林在国中三年级时 被诊断出罹患罕见疾病 支带型肌肉萎缩症 她的双脚正渐渐失去力量 高中时 她便立定志向 要考上医学系 帮助更多的病患 虽然自己的行动越来越不便 但她积极投入肌肉萎缩症基因检测 她残而不菲的精神 融合了新北市第四届医疗公益奖肯定 认真的利用显微镜观察着细胞组织 她是服务于新店更新医院病理科医师陈彦林 当她坐着工作时 和一般人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两样 但因为在国中三年级时 被诊断出罹患罕见疾病 支带型肌肉萎缩症 她的双脚渐渐失去支撑力 这样的打击 曾经让年幼的她痛哭了好几天 因为我爸妈姐妹她们都去学校或者去上班 所以一个人在家就会觉得说 开始有点想东想西的 那所以那时候就其实是蛮难过的 那当然也是会躲在被子里哭个几个晚上这样 陈彦林在高中时和家人一起决定报考医学系 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够帮助更多人 就读医学系时 她曾经想要选择和自己疾病相关的神经内科 但因为行动不便的关系 使得她必须放弃 这一类的科别的病人 大部分是中风的病人 那这些老公老太太 其实他们跌倒的风险跟我是一样的 所以我应该在做检查的时候要照顾着他们 那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去辅助他们 因为我可能也没有力气 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会觉得说 我可能我真的不太适合走这一个科别 选择病理科之后 陈彦林专注投入研究工作 虽然才33岁 就已经发表过40多篇国际SCI起开论文 更开发出了包括乳癌 大肠直肠癌与肺癌的标靶药物基因检测 同时对于陈彦林的认真态度都相当钦佩 她生主治医师以后就开始我们成立这个分子病理科 这样科的话就她 几乎她完全负责建立起来 所以整个来说非常非常对我们医院 对我们科都有很大的帮助 从可以自己行走到现在必须仰赖拐杖 未来有一天陈彦林可能再也无法走路 但她说只要能动的一天 她就会继续行医助人 目前她正研究设计肌肉萎缩症的基因检验项目 希望可以加汇更多的病患 记者生平站门起义新店采访报导 艺人李秉慧为了宣导民众赶紧接种流感疫苗 特别在记者会上改变了成名曲《流浪到淡水》这首歌 请大家帮助来打疫苗 由于天气正逐渐的转量 流感蠢蠢欲动 尤其12月抵到明年的1月将进入流感高峰期 因此卫生局呼吁 符合公费疫苗接种民众保握时间 记者会上李秉慧改编成名曲《流浪到淡水》这首歌 呼吁民众赶紧施打流感疫苗 挥写的歌词博得满堂彩 李秉慧说今年新北市政府首开50岁以上的民众就可以接种疫苗 大家千万不要放弃自己的权益 现在不仅李秉慧晚起衣袖打疫苗 陪同他前男的老婆也赶紧打上一针预防 新北市卫生局主秘李嘉琪表示 天气逐渐转量 从12月底到明年的1月将是流感高峰期 目前疫苗剩余数量有限 呼吁符合施打条件的民众赶紧接种 目前去监测的流感的流行株 跟我们今年公费流感的疫苗的里面的流行株 几乎是百分之百吻合的 意思说今年的流感疫苗的防护力是有一定的保护力 那也提醒就是还没有接种的市民朋友们 我们现在流感疫苗大概剩两成的剂量而已 大概11到12万剂 那还没有打的人赶快来打我们的流感疫苗 亚东医院感染科主任杨嘉瑞则指出 去年新北市感染流感并发重症的个案 共有117位 其中50岁以上的共有103例 高达9成 其威胁不容小觑 而根据研究指出 这种流感疫苗可以有效降低引起重症的几率 根据美国疾病管制局的统计 或者是根据其他国家的文献 其实会看到流感疫苗它的接种 可以减少因为肺炎的住院的机会 那每年在这些接受疫苗的人注射当中 至少大概有七成的效果 可以减少去住院的比例 由于长者极有儿是流感高风险族群 最主要是涉及新北市年满50岁以上的民众 以及满6个月到国小入学前幼儿 请尽速携带健保卡 身份证或相关证件 前往卫生所或合约医疗院所 施打流感疫苗 记者生平张门奇 新北市财宝报导 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HBO电影套餐 豪华电影套餐 运动套餐 娱乐套餐 现在适合一精彩全享餐 HD99用户独享奖 每个月只要69元 书架2917 3939 谢谢你 让爱可以传递在台湾的各个角落 谢谢你 让台湾经济弱势家庭 不用挨饿 得以温饱 谢谢你 让他们看见希望 我是孙悦 请捐款支持 基督教救助协会 191915银行 今天的戏说老地名 要来介绍 先进区龟山地名的由来 龟山从字意上来看 就是因为形状像乌龟 所以取名龟山 而在龟山 有一项相当重要的建设 就是龟山第一发电所 龟山发电所和龟山的发展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一起来看我们的报道 新建区龟山里 位于台北盆地的东南方 是新建区与乌兰区交界 最南端的一个里 南世西与北世西 在此处交汇 四周更有群山环抱 造就优美景致 而龟山这个地名的由来 主要是和地形有关 现在我站的后面 是龟山的土地公庙 那么这个土地公庙 有一个小山丘 这个小山丘 就是龟山地名的由来 这个山头呢 就是你从高山往下望 后面的这座山就是一个龟头 然后你在往后面走到文山茶厂 就是龟背 然后再往后走呢 到了这个台电训练所 就是龟的尾巴 那么整个地形看起来像一只龟 所以就把这个地方取名为龟山 日志早期这里仍被称为藩地 龟山的龟头有一座土地公庙 新建于昭和七年 土地公庙的建庙石碑 就见证了地方的开发 与历史的变迁 昭和七年 也就是1932年那个年代 它上面的落款的 行政区的名称呢 是文山郡龟山 那么也就是龟山同藩地 在1922年 化成一般的行政区以后 第一个 第一次出现在一个具体的 公开的一个名称 而龟山的开发 跟日本人土仓龙次郎 有很密切的关系 明至32年 土仓获得台湾总督府核准 在南世西双西口及屋来进行造林 1903年 土仓更推动了台湾第一座水利发电厂 龟山第一发电所的新建 陆续引进外来人口 龟山因此逐渐发展起来 在土地公庙的捐献石碑上 还有第一发电所员工捐献的记录 而且名列第一 由此可见 龟山发电所在日治时期的重要地位 它上面捐献的第一个名字呢 就是第一发电所 一同五元 它的金额虽然不大 但是重要的就是第一发电所 这一个名称 所谓第一发电所 就是刚刚 龟山水利发电厂成立的时候 它的名称就叫做第一发电所 龟山发电所在1905年7月完成送电 台北成为台湾第一个有电灯的城市 让台湾进入崭新的电力时代 1943年 龟山发电所停止运转 2012年3月 龟山电所因为厂房老旧突然倒塌 如今只剩下斑驳破损墙面 另外在南世西河床 也还有龟山电所遗留下的饮水工程 这个红吸管是龟山电厂 从刚才那个南水坝经过树子园的浸道 然后从这边经过这个红吸管 送到龟山这边 这个已经1905年 1905到现在 所以已经超过100年了 因为龟山电厂已经废止没有作用 所以这个红吸管也变成破损 那这个是在台湾第一座 利用红吸现象的一个水管 据说它还比日本的所有的红吸管 还历史悠久 龟山发电所是从宿子园煮水坝取水 宿子园是上龟山桥到新田屋来边界复兴隧道的这个区域 地势较为平坎 过去是原住民居住的地方 宿子园呢 台语叫做切干恒 那他们那个当地的据说是原住民曾经在这边种小米的关系 后来龟山电厂的那个郡道就沿着宿子园 然后一直到龟山老街 龟山老街是龟山最热闹的地方 位于新屋路上 原本老街是叫做龟山路 刚才提过的发电厂的郡道 经过红吸管之后就走这个街 沿着这个街一直到电厂 后来加上那个山井的茶厂 那慢慢就沿着这条马路的两边 住家就渐渐多起来 就成为龟山的老街 它的中心 社区的中心地位 1980年代 整个新店东南地区的南北世西 被划定为水源特定区 禁止开发 龟山的发展大为受限 青山绿水因此保留 却也成为无法繁荣的边陲之地 接着来看波贝亚有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大新店宽评光鲜上网举办年终感谢祭 即日起申办200枚光鲜上网指定专案 每月只要999元 另外再加码送您负离子空气新建机 为电脑电暖气好里二选一 相请请洽29173939 大新店宿位定是回馈HD99高画质套餐用户 即日起申办精彩全享餐 每月只要69元 原价649元 HBO电影套餐 豪华电影套餐 运动套餐和娱乐套餐 全部一次让你看到宝 相请请洽29173939 新北市卫生局提醒 凡涉及新北市50岁以上的市民 以及符合公费流感疫苗接种对象 请尽速携带健保卡 身份证以及相关证件 到卫生所或是合约医疗院所接种疫苗 104年地假税11月起开征 民众如果没有收到缴款书 可向地方税捐计证机关查询 或是申请补发 缴纳期限到11月30日截止 可以透过超商ATM 网络或是电话语音等多种方式缴税 新店维持馆即日期举办 细水长流主题特展 以流津新店地区12条大小河川的 生命故事为内容 展现了溪流与人类的共生关系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以上的新闻内容都刊登在 大新店有线电视的网站上 欢迎您上网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门奇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勿计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